有 从小就有看天气预报的习惯 就是跟家人一块会了解一下 需不需要带雨伞啊 或者说有没有台风 如果有台风这样的话 其实可能就第二天就不会去学校上课 最深的印象就是跟家人坐在一块 可能吃完饭 因为时间一般都多半是在傍晚 多一点七八点钟这样子 然后跟家人吃完饭一块来看天气预报 那会有时候小时候好贪玩的话会猜一猜 明天会不会是多少温度啊 是下不下雨啊 就是小时候会猜一下 恶劣天气肯定是有的 比方说像在拍某一条东西的时候是外景 那下雨了可能突然就拍不了了 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如果前期能够把天气研究得更好的话 可能就会避免一点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尤其是让小朋友们从小就能够有一个好的安全意识 有对于灾害的这种自我的保护的意识 知识 基本的常识 知识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小朋友们身上 我觉得因为有更多的人在关注你 所以你应该利用自己所有有限的时间去做更多有意义 有价值能够带给大家身边正能量的这样的事情 尤其是像公益这样的活动 我是一直在跟我的艾坤们一直在努力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的风格比较不多变嘛 大家可能也抓不住 但是我可以说一句就是大家期待的唱跳要来了 小小减灾官嘛 就是小朋友小朋友们每个人他都是可以成为减灾官的 因为只要他有这颗心他就能够去告诉身边的人 或者哪怕是跟自己的家长啊 跟身边的小朋友啊去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预防这些灾害 或者遇到了灾害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 那我觉得就是希望也是希望他们从小就能够觉得自己是减灾官 我觉得是很可爱的一个称号 最常做的就是消防演习 这个是几乎每年吧 每年在学校都会做的 工艺方面的话其实一直有在 而且之后会有一个新的工艺项目 但是现在我会暂时想要先保密 我会更希望能够把它做出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爱心的 而且我能感受到他们每一次自己因为他们有很多也会有上班也好上学也好 他们会利用自己休息的时间去到当地去 我看到非常多哪怕是他们对于 还为工人的关爱对于老人对于小孩付出了非常多的爱心 那我觉得每一次我看到这些东西我自己也是很受鼓舞的 所以我跟他们其实像是共同的在学习共同的相互的在成长 其实每一次看都会不太一样 像我的歌词里也写到小王子吗 戴上了皇冠 其实就是不同的时候去看的话会不同的理解吧 我觉得 希望所有的小朋友们都能够成为小小简在关 希望你们能够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识